水南藩籍文化祭有更来到 今年说所有的配合藩籍三级 以及二位人家人条 特别跟文化祭本座2天12号和27号基板 水南向中党一旁也率先 和在地乡亲邀请大家 今年过年来水南去投吃藩籍 今年水南藩籍我们投我们的藩籍驾出去 特别把这个藩籍文化节活动 拓展到我们云林县的其他乡村 所以今天在我们水淋康做藩籍评鉴大赛 就是说把优质的台南57号 这个黄金番薯呢 把它做一个评比 有邀请我们台湾农事所嘉义分所 赖永昌博士来做一个召集人 然后会选出前三名 还有前五名的优等这样子 在里方如果新的水南基板 和一些品杆要要车材 在料理菜股推出不一样 和一些大餐 像这个有黑松露酱 有芥末酱 有冰梅酱 还有我们的青岛酱跟塔塔酱 一般薯杂在吃后都沾那个梅子粉 可是我们就把它换一个口味 沾酱的方式来使用 所以说比较特别是我是介绍这些酱 然后搭配我们水淋黄金地瓜 来使用的时候味道会更为甜美 因为这个也是想说情人节快到了 然后用我们的水淋地瓜的57号地瓜粉 下去做成一个蛋糕 然后在上面放的紫色地瓜 还有我们的薯条跟我们的栗子地瓜 把它融合一个地瓜的蛋糕 其实那个用梅子在做地瓜蛋糕 我有吃过非常的好吃 我们就提供我们的梅子 梅南梅子是最棒的 今年梅南梅子文化材 收出给华丹求到婚人高家 丽失水度 举办一个农村园游会跟拍卖会 那最主要就是要跟我们所有的消费者 跟好朋友分享我们这个 优质的和家的梅子 也有邀请我们阿医师 在现场制作美食的番薯料理 最近是梅子成三级 是吃梅子最好的四级 配合水拿下苦营造 今年春节不知道要去哪里 七头的名装 不让水拿惊打 27号到5K长期梅梅子文化材 背里倒过的美好家级 记得参常不道